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中国造无人机要没戏 美国国防授权法案马上出台 美国国会议员准备以国家安全为由 禁止军方购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 此举可能提振缺乏竞争能力的 美国无人机生产商的前景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参议院上周通过国防授权法案 将禁止中国无人机用于军事用途 原因是美国官员越来越担心 该国对中国无人机的依赖 可能会危及美国重要的基础设施 他们担心无人机会将信息 传回中国政府或其他地方的黑客 用于实施网络攻击或其他违法行为 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将禁用外国无人机 该版本预计将在本月进行表决 华尔街的报道说 美国拥有能够进行远距离飞行 并执行复杂任务的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的价格达百万美元 除此之外 美国还依赖更小更灵活的无人机 用于监控训练或其他用途 五角大楼去年禁止在能够确定 如何降低安全风险之前 购买商用成品无人机 例如使用无人机对军事设施 和重要基础设施进行侦查时的风险 军事部门可申请豁免 一位国防部代表不愿透露 已授予豁免的数量 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6月26日发布在一个联邦承包服务 网站上的帖子称 计划购买数十架 由中国深圳市大疆创新生产的无人机 用于基地巡逻 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官员 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美国国土安全部 在2017年的一份备忘录中警告 国土安全部认为 大疆创新正在有选择的 针对一些领域的政府和私营实体 以便扩大收集和利用敏感的美国数据的能力 报道表示 大疆创新是全球最大的消费级无人机生产商 该公司反驳了上述说法 该公司表示 其生产的一些无人机可被修改 以防将数据传回该公司或上网 中国政府从未要求获得大疆创新拥有的数据 该公司高管还提到了美国内政部 上周三公布的一份报告 报告的结论是 大疆创新的无人机符合 内政部的安全标准 大疆创新北美业务副总裁 兼地区经理雷贝洛说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 我们的处境艰难 在这种环境下 很容易产生就技术本身而言 讲得通也可能讲不通的提议 大疆创新最近宣布 计划让加州Threaters的一座工厂 开始组装其无人机 以服务美国市场 据纽约巴德学院无人机研究中心 美国军方一直在扩大小型无人机库存 该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去年国防预算中包括了大约2.8亿美元 用于采购小型无人机的预算 足够购买3000多架小型无人机 相比之下 前一年这方面的预算数字为8900万美元 该研究中心的联席主管格廷杰说 我们处在一个增长的时代 它指的是国防部对小型便携式无人机的需求 雷贝洛表示 大疆创新不知道有多少架无人机 最终到了美国军方手上 因为军方是通过转销商采购的 维斯康辛州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等 支持美国国防部禁令的国会议员表示 这一禁令还将阻止州级和地方机构 包括警察部队 以及那些使用无人机对设施和作业 进行监控的建筑 交通运输和能源公司采购中国的无人机 竞争对手难以比美的大疆创新的价格 而价格是促销消费者乃至拥有更高预算的执法机构 和工业买家选择较简单的低成本型 放弃热项仪和夜市等功能的一个因素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